屏东墾丁人潮逐渐回温 但近期肯管处接获检举 有游艇业者偷偷引进俗称 水上钢铁人的喷射水动力飞行器 把游客带往离岸300公尺的海域 让游客穿上装置在海上漂浮 但由于这项水上活动 在墾丁国家公园 还不是正式列管的合法项目 因此肯管处已经介入调查 将依国家公园法开罚3000元 站在娇岩 远远就能看到在前方一艘游艇 后面有游客正在玩水上钢铁人 不过仔细看 这地点是在墾丁国家公园 目前还没开放这项水上活动 游艇业者偷偷把游客 带到离岸300公尺处的海域 玩水上钢铁人 现在肯管处将介入调查搜证 考量场地适宜性 如平均的水域 或没有胶原的一个海域 因此这项活动 在墾丁国家公园区内海域并未开放 受证取第一国家公园法 采法3000元 水上钢铁人脚踩着飞行器 地下墙立水柱就像装了喷射火箭 让玩家一飞冲天 还能做出各种滑石动作 屏洞大棚湾 过去就曾举办多次的钢铁人表演 但墾丁国家公园受到地形限制 还没开放 只能用示范表演或比赛 墾丁国家公园 含域属于山路礁地形 隐藏有暗礁 水上钢铁人的活动区域 跟水上摩托车活动区域重叠 在安全上也会有疑虑 要直接禁止的话 也太没有理的话 多次的厂市 才能知道它的只有缺点 正确的教导 那基本上就是安全够 暑假旺季到来 墾丁海域好不容易人潮回温 有水上活动业者寻求法令解套 提出市营运计划 强调水上钢铁人其实很安全 会让游客戴上安全帽救生衣 同时由两名合格教练指导看顾 加上保险陪讨措施 让游客玩得安全又尽兴 期盼未来能开放 结束世卫屏洞报道